躺平的一天从美好的早餐开始 40家两人在上海的老婆小李已经躺平两年了 从拍躺平视频的第一天我们就丢出一个话题 在上海人均1500的花销是不是够呢 很多小伙伴发来疑问 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做得到啊 你们可是在坐拥互币的上海啊 一杯咖啡就要四五十 一个面包二十多 餐厅一顿饭至少人均两百 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一下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事先声明一下 这里说的花销指的是每月买菜吃饭日用品花费 包括外出就餐 但并不包含两人交金 房贷水电煤等其他费用 首先我们每天开篇吃的早餐 大部分都是扣扣我自己做的 因为之前是做美食博主的关系 有段时间还做直播 每天四小时的直播时长 干聊实在有点尴尬 想到面点比较花费时间 边做边聊时间就不知不觉的溜走了 虽然努力了很久 美食号也并没有很成功 但没想到的是这些年倒是提升了不少面点的功力 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 包子面包馄饨蒸糕都可以在家自己做 为我们的躺平生活提供了不少支持 每个星期我会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准备一周的早餐 分装好 冻在冷冻柜里存着 而自己做 面粉等原材料也非常的省钱 一包10斤的面粉40块左右 大概可以吃上三个月的早饭 我记得我们还在上班的时候 每天早上去便利店买的包子和豆浆 6块钱总要吧 一个月就要花费180元 现在没工作 躺平不能花太多钱 那么我们就只能多花点精力和时间啦 吃的早饭也不比外面差 甚至更分盛了 午餐晚餐这块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做的 除了自己做比出去吃更省钱外 更重要的是买东西前要货币三家 一般来说 我会在逛超市的时候 先对比线下超市和线上平台的价格 线下的便宜就买线下的 线上便宜的话 再多对比一家平台 看哪个更便宜就买哪家的 像冷冻食品或者油盐酱醋等放得起的调味品 平时留意着 看到有打折的时候就囤着 也不容易坏 生鲜累的可以晚上去评价超市 或者还没关门的菜场看看 散步的同时说不定有打折出清的 可以买着作为第二天的午饭材料 虽说我们是躺平生活 生活费相对比较拮据 但是出门吃饭也是重要的休闲活动 天天在家做饭洗碗也有厌烦的时候 更何况我们两个是吃货 吃到好吃的东西超有幸福感的 还可以给我做菜灵感 回家学着自己做 所以每月外食也不能少 我们安排一个月有至少四次的外出吃饭的消费额度 但是一般说来大多是选择工作日午餐 一来优惠力度比较大 二来也不用人挤人排队吃饭 有时候晚上睡前 我会在某瓶或者某斗上狂刷工作日套餐 看到有菜品价格地点合适的 就会先买着囤着 为一周一次的外出觅食做好准备 以上这些方法保证了我们用最少的金额 人均一千五 也能吃好喝好 通过手艺和一些小技巧 感觉在吃喝上并没有消费降级的太厉害 要说降级厉害的 可能是好几年没买衣服了 以前上班的会儿 会因为老板要来了 出去见客户要穿正装了 买了不少正装 但是平时不大穿 现在就简单了 材料好 穿着舒服就行 可能大家会发现我们视频里穿的T恤 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件 因为我又比较懒 有时候一件T恤挺喜欢的 就会一次性买两到三件 这一穿估计就是好多年 所以不要震惊啊 为什么我没有换衣服啊 对于女汉子来说 还不用费脑子想搭配 挺好的 好了 最后问问大家 你们每个月的吃喝开销需要多少钱呢 评论期见哦 那我们继续去躺了 大家下回见